各位議師、家長 你好 我會自稱為優老師 因為有時我發覺對一些學生 如果你用立場告訴他們 我是老師 他們對比他們的信心 他們會強一點 他們也會聽話一點 其實我想 最初其實我不是一個全職的補習師 之前我都好像在座國一、二師 可能都有自己的工作 後來我做了一休息 我就想不如去做補習 開始我的補習 我原先想著 我們做的國語都這麼多 旗艦雜証的客戶、同事 小孩子很容易搞定 又或者我要說一點點 我本身的學生是以小學生為主 也有一個是中學生 所以我都覺得小學生很容易搞 他們應該很容易探望 但完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或者我以為我 好像我小時候的年代 父母怎樣教我們的時候 插、寫、讀 但是原來現在的小學生 那些小朋友 他們最怕就是悶 他們一悶 他們的反應就是 要是不聽你說 要是假裝黑眼睡 怎樣搞定他們呢 變成就要想一下辦法 想著他們做錯事 是不是以前的父母罵你 你不可以這樣做 你要怎樣做怎樣做 他們有很多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失敗碰釘的經驗 你罵他通常他都反應就是 不理你 或者下次你罵他就更加不合作 那糟了 那補習如果是不合作的話 那大家又雙方很僵持 於是乎又要開始 一條轉換一下 那基本上呢 我就用幾樣的方法去對付他們的 那第一呢 就是軟硬兼絲 你完全對他很溫柔 啊好吧你這樣這樣 那他就會真的吃著你了 那你以後就不用指望 就叫他做事 那所以有時候他真的過份的時候 真的要很嚴謹跟他說 那你不可以這樣 你要stop他 那基本上呢 他知道他自己 其實小孩子很聰明 他知道自己 嗯 知道不行了 不可以了 那他會收斂一點點 那你又要給他一個下台階 那這樣就對了 那你讚一下他 其實我發覺用讚的方法 是更加有用過罵他 尤其是通常我們接觸補習的小孩子 他會覺得自己的自信是會差一點的 那他既然自信差的話呢 他做一點點的 或者他做得對的 通常我都會很讚他 哎呦你很聰明啊 其實 他通常他們就說 不是的 我最差的 媽媽爸爸經常都說我是 最好用的 不是的不是的 我說不是的 那你讚他幾次呢 他有了自信心的話呢 他自然他會對他做的事呢 會更加有信心的去做好一點 那也都有一個動力 他會想做好一點 那其實我覺得有時 我們譬如補習 我很同意剛才那位關小姐說 就是他們我們不是純粹 我看他的那個成績是好地不好 甚至乎他真的很差 或者是營養 他有一點點進步 我覺得應該都要很大力地去跟他 慶祝或者我們說 celebrate他那個success 因為他對他來說 他有信心的話 他自然會更加有一個動力去做好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 應該說我根據我這兩年的碰釘的意見 我覺得讚是比鬧有效的 那另外呢就要是 是 踢線 Sorry 不要緊 我們慢慢來 大花時間吧 裝鞋並做 我們其實做老師或做任何事的 我們都好像一個演員那樣的 只不過現在我們補習的對象是一個學生 那你對… 因為學生、小朋友最怕夢 你對著他 他上學已經入宵數了 他上全日的已經這麼多個鐘頭 那老師我相信已經在課堂上 講了很多東西 他們已經失去了 那你對於同學補習時 你還會跟他 不行 這個人不行 是錯的 這個人不行 那你還會這樣說他 那他會更加 或者你叫他讀書 對於我們小時候來說 讀抄、寫、練背 這件事是最有限的方法 記入籠 但對於現在的小學生 你叫他讀書、跟他叫他抄 你真的每次都跟他講假 這次不要抄 我認識了 但次講完後 他抄回來又有錯 所以我通常跟他做的方法就是 如果你說你可以 OK 我送你 但是如果你做回來的時候 你錯的話 那我們就要用我的方法 他會考慮一下 他知道OK 他自己有信心做的 他會做 如果他做回來 真是失敗了 他就要跟我的方法 所以每次大家要這樣拉腳 說回裝鞋並重 就是做老師就要 他覺得整個鐘頭是很開心的 令到他的attention 是要完全在自己身上的 其實我們都已經有個好處 就是比起老師 我們是一對一而已 所以他的注意力一定是在我們 我們應該去 draw attention 所以有時要說說笑話 比如一些他喜歡說故事的 有時他乖 你做得好 說故事 或者他喜歡推理小說 給一些推理的題目去玩 變成要試試 都可以讓他們覺得 那個唐度 咦 老師還有些甚麼 在那個袋子裡 還沒拿出來呢 他們就會做一些東西 然後希望有一些surprise給他 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另外就是投其所好 剛才也說了一點 他喜歡聽故事的 其實我發覺很多小朋友最聽故事 我跟他會說 現在我們這四十五分鐘 我們會做這件事 我會做完這幾件事的話 然後我們就會做他想做的 譬如他最聽故事 喜歡 even take a break 都可以的 總之就是大家 agree 了 還有在開始報集的時候 我會跟他說 我們今天要 achieve 幾件事 他有一個目標去做到 做到這些的我們就會做的 所以他知道自己要做些甚麼的話 他的合作的能力會高一點 最後一件事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我以為我是教他 其實我是在他們的身份 身上學到一樣 更加重要就是耐性 我以前我會覺得 可能很容易會覺得很緊張 但對著小朋友 因為我的學生是小學生 我對他們很緊張 或者是怎樣 我是做不到任何事的 所以我也都盡量 我應該說我從來都沒有對他們很緊張 反而他們有時真的令到我很激氣 剛才有一個意思 他說他覺得很激氣 其實我真的只是激到你死 但是激死你之餘 你自己不開心 但是他又學不到 所以你不停地想辦法 怎樣令到他和你合作 聽你的話 或者配合你 因為這樣你才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 所以我覺得 總結這麼多經驗 我覺得是耐性 對學生來說耐性是最重要的 無論是甚麼情況下 你慢慢想 慢慢忍下去 想辦法 你就可以有出路 還有我覺得 在我們學生中學了很多東西 好 謝謝你老師 你現在正在幫助 有多少個小朋友的補充 暫時在陳後上 這裡就一個 有一個 但之前也有補充 之前也有經驗 明白明白 我想問一下 你補充的時候 當然你會發生到有很多的問題 例如你會遇到甚麼問題 如果青少年來說 有時是他們很不知道自己上學 或者他們沒有這個方法去讀書 或者也不知道他們讀書為甚麼 其實他們很迷惘 可能一開始我們接受的時候 問他們 你們想我有甚麼方法幫你 或者你想有甚麼認識 或者有哪一方面你覺得比較弱 我可以幫到你 其實可能他們很普遍的答案 都會說 不知道 隨便吧 無所謂 那為甚麼引導他們呢 怎樣引導 其實需要時間無效 其實就慢慢 我覺得這就是作為一個老師 或者一個步驟老師也好 其實他的責任都會是 怎樣也會同一個學生 就是看法他們自己 找到當中的意義 如果有時說 一遇他們的興趣 例如我喜歡的 我喜歡跑步 那樣的 會說 不如我們今天英文台 有一個鏡子就教運動吧 都會 其實生活化 我覺得 他們就可能很大興趣 例如 我可能有些 有些心得 有些他們可能喜歡聽歌 介紹一些英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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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些英文語 情詩都可以 我情詩都可以 就是神詩 是 自己擦去看又分享給他們 他們會有這些深刻發言的東西 又有興趣 其實他們會受樂一點 嗯 有沒有說 在你補習的期間 有沒有一些 他有沒有一些進步 或者感受 你讓我們分享一下 進步 進步 有的 其實 好老實說 成績就沒有那麼快 因為我對他們的時間 不是太長 但是其實是 見到他們的態度 心態不同了 嗯 是的 其實可能 會變得 可能有開始 好像都幾 無 就是他自己可能都很無力感 所以其實 到我們 有些意思出現的時候 他們會 他們會 會懂得 由我的方向 都會懂得可能 主動 主動問 還有就是說 就是 一起找到方法去學習 嗯 明白 那你覺得一個 穩定的義務補習老師 對一個學生來說 有什麼的作用呢 就是說 如果我補了兩三個月 然後就換了 然後 加了三四個月 有很多個 會不會對一個小朋友 有一個學習會有影響 有 一定有 原理當中 我覺得私生關係 都要建立一個關係 有很多關係 其實大家磨合了之後 之後我們再在學習上面 其實會有更加顯著的改善 嗯 明白 那我感謝關小姐 跟我們分享一下 可以給她一點掌聲 謝謝 謝謝 표 谢谢大家